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跑至今 已有139,720人注射第一剂疫苗 协调部长凯里今天汇报 政府将加码添购辉瑞疫苗 以满足我国五成人口接种需求 至于2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的完成品 将分别在3月15和19号运笛我国 此外凯里也宣布政府决定放弃 订购美国抢生公司的单剂疫苗 考虑选用中国康希诺生物的疫苗 以尽早实现群体免疫目标 也是科学工艺及个新部部长的凯里 中午连同卫生部部长拿都斯里阿亨巴巴 召开记者会通报 辉瑞公司今年里一共会为我国提供3200万剂疫苗 下一批疫苗会在3月11号接收 此外卫生部将在这个星期 和美国辉瑞完成谈判 并签署增购疫苗供应的协议 让全国50万人口接种 至于2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将分两批 在3月15号和19号运抵国门 部长说这批疫苗是来自北京工厂的完成品 和之前收到的半成品有所不同 到时候国家药剂监管机构将进行批次放行检验 预计凯里会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 第一个接种科兴疫苗 凯里透露为了加速实现群体免疫目标 政府决定放弃签购美国抢生单剂疫苗 转向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的谈判采购 而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诺瓦瓦克斯 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达到89.3% 政府也会考虑使用 针对插队接种疫苗的投诉 针对插队接种疫苗的投诉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83万2976人登记接种疫苗 22万1819人已接到预约日期及时间通报 凯里有信心能在3月底 让57万1802名前线人员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 而新闻工作者暂时不会被安排在第一阶段的接种计划中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